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媽媽當心這些病會跟你一輩子 他有滿嚴重的子宮內膜異味症 加一些術後的藥物 他就聲音變得很低 低到有一次他老公打電話 有男人在你家 遺憾的是他的聲音低沉沒有回來 他腸子有一段腸道快破掉了 只要你打開了肚子 就會有沾黏的機會 防沾黏的貼片 其實你每次開 都可能每次造成在不一樣的地方沾黏 你可憐 一日沾黏中生沾黏 生病後遺症 病症反覆好不了 什麼原因害慘媽媽健康 今天節目邀請到六位好神醫師 分享醫生都擺脫不了的疾病 到底哪些疾病這麼愛砍誇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當兒科醫師的好處就是 我常常會安慰爸爸媽媽說 你們孩子這個病 之後應該都會完全痊癒 很棒 對 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常常可以這樣講 可是其他科的醫生 就沒那麼幸運 常常碰到一些疾病 你就必須告訴他說 可能 或者是他可能會三不五十 就來跟你打招呼 就來拜訪一下 那其實這個醫病之間這個溝通 對我覺得其他科醫師 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所以媽媽你要當心喔 這些病可能會跟著你 你一定要用這麼恐怖的聲音 來嚇大家嗎 真的很可怕 當時真的有醫生跟你講說 這個病可能跟著你一輩子的時候 你真的會嚇死了對不對 所以其實有沒有遇過 那種患者病治好之後 結果引發的後遺症 是很嚴重的有沒有 就像我們那種門診 就很年輕喔 很年輕 大概三十多歲的媽媽 然後來看門診 他腳長得像面貴一樣 就是 一隻變兩倍大 仔細問他的劇情啊 後來把他診斷 就是 來整個血管塞死了 塞住之後血運不回來 全部都會激在下肢 所以整個就撐到很脹 整個都腫起來 那大家知道 水管被撐太脹會怎麼樣呢 會爆 那如果說 沒爆掉之前 這個血管可能就被撐到 變得很薄了 對 所以他整個血管 全部都受損 當下堵住的地方 我們趕快用了很多抗血酸藥 後來這部分 病人症狀開始慢慢比較好轉 腫也比較小 可是這問題是 當初被撐開的 受傷那些 那些血運不回來 被壓力過大 撐得壞死的一些肌肉 組織 細胞 血管 都卡在那裡 所以病人後續算說 消了 可是他長期後來就會覺得 常常就會這邊一直痛 如果沒處理好 整個腳會整個全部爛掉 完全 因為血卡在那邊 撐到最後細胞全部壞死 整個最後如果撐太久了 整個腳甚至整個壞掉 爛掉都有可能 他為什麼會靜脈酸三 這麼年輕為什麼會 血管就塞住 通常不是說老人家 比較會有什麼血塊嗎 對啊 為什麼 因為後來問一問他 剛好出國去回來 出國很多女生 都會吃避孕藥 因為不希望那時候月經來 所以那時候會挑戰 大家不要想說 大家不要想說 對啊 想說還要吃避孕藥 你要把心裡想著講出來 而且你包著那個 屁股就 不是 我們臉都厚肉 其實是要條件 可是他在使用了避孕藥 之後血液會變得比較濃稠一點 是喔 所以這時候第一個 容易血流酸在第一個原因產生 第二個坐飛機 它飛得又是歐洲 所以他坐了好久 好久 然後飛機上一直看電影 一直坐著小小的地方 腳都沒有動 血流就整個卡在那 所以最後整個就 直接壞死掉了 所以這是最嚴重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要跟大家 分享一件最重要 怎麼樣早期治療 早期發現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單腳腫比雙腳腫 很多時候單腳腫一定是 有什麼東西特別有問題 不管是血管塞住了 淋巴塞住了還是感染 單腳腫一定要馬上來就診 絕對不能脫 有些年輕的情侶 會用避孕藥來避孕 這樣其實也不好對不對 避孕藥沒有大家想那麼恐怖 它造成那個靜脈栓塞 就是血管栓塞的比例大概是 一萬個三到八個而已 那其實你懷孕 反而會比這個再多三倍 然後產後十二週 其實是大概它的五到八倍 就比你吃避孕藥還要嚴重 所以其實吃避孕藥 沒有那麼的恐怖 只是你可能要篩選一下 自己是不是有一些危險因子 不適合吃的 譬如說年齡超過三十五歲 然後體重太重 就是BMI值 身體質量指數大於三十 再來就是有抽菸的女生 然後有心臟病或是高血壓的 那如果說像剛剛這樣子說 長期坐飛機比較沒有辦法活動 那這段時間也是盡量避免 所以最重要是坐飛機的時候 就常常給人家起來走兩下 可以走來走去 所以你覺得他應該滿討厭的 對啊 而且他如果坐在靠近 空靠窗戶的地方 對 這樣我跟你講 就說 對不起 見過一下洪醫師說 我要走來走去 但是洪醫師你遇過一個女生 她最後變得感覺整個很像男生 對 她是一個想要懷孕的一個婦女 那後來因為她長期有驚痛 然後我們開副相近進去發現 她有滿嚴重的子宮內膜異症 那子宮內膜異症在開完刀 我們有時候會加一些術後的藥物 希望她不要一下 就開完刀馬上就復發 可以延緩 那這些藥物都是抗磁激素的 所謂抗磁激素有幾類的藥物 譬如說 然後長毛髮 長痘痘 身陰低沉這些 那妳怎麼篩選呢 年齡比較輕的我們可能會 給她一些雄性素 或是 她沒有說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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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比較輕的 好啦...妳禿頭了 妳禿頭了 那還有比較新的是 第四類的黃體素 那第四類的黃體素 上述的這些副作用就會減少 這是洗藥 對 那以前的藥 她吃到雄性素或是一些 就是我們知道的柳佩玲這些 副作用可能會稍微 比較大一點點 對 那在早期 那個是早期的時候 她吃到雄性素 結果她就聲音變得很低 低到有一次她老公打電話 然後打電話給她她就 沒有 她老公馬上掛電話 對不起 我打錯了 掛掉 她就是比較遺憾的是 沒有回來喔 我們剛剛說的那些副作用 大部分大部分在停藥之後 幾個月她會慢慢地恢復 譬如說骨頭痛也是會 骨質縮縮那個骨質 有時候也是會 會慢慢增加慢慢回來 那那個皮膚油也是會回來 只是那個病人的聲音低沉 後來就是回來一點點 但是還是很沙啞 有點像抽菸喝酒過多 然後整個聲音變很癢 菸酒嗓那一段 對... 我現在身上就是有一些困擾 好像就是來自於一次小小的手術 就是大概三年前吧 我很想要急著懷第二胎 然後想說可以像第一胎一樣 就是自然受孕 結果努力了一年多 都沒有下文 就開始看醫生 吃排卵藥打排卵針 然後再... 對 差不多再一年 還是沒有下文 於是就開始檢查 做一些檢查 後來做了一個 子宮鏡的檢查 醫生說我可能 子宮裡面有一些息肉 還是沾黏的狀況 他說把這個狀況解除 可能受孕的機率可以提高一點 那我一聽到受孕機率提高 我就當然立馬就安排做了 過兩天我就去做 做完其實手術過程很順利 然後直到我術後第一次月經來 我真的痛到我只能躺在床上 這樣滾來滾去 對 我以前也會痛 但是可能就只是腰直不起來 但事情還是可以做 然後術後就變成說 我每次來都好痛好痛 每次喔 對 好痛 痛到我真的就只能滾 然後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然後再加上頭痛 頭痛也是痛到想吐噁心 根本吃不下東西 有一次我就在家裡面 就拖地嘛 然後呢 我可能就拿水桶的時候 不小心就 可能有灑到地上有水 然後我自己沒注意 結果我走過去的時候 就踩到水 然後我是整個滾倒 然後屁股我就直接 狠狠地重摔在床上 那個好痛喔 我真的痛到當場就 我直接就躺在地上 我完全坐不起來 然後大概隔好幾分鐘 我就好不容易就自己 真的爬起 就是真的可以爬起來這樣 結果後來想說隔幾天 應該比較不痛了 就想說讓它自己慢慢好 結果可是我就後來發現就是 我只要坐很久 因為我工作還滿常要打電 我就要坐很久 或者是去騎腳踏車 我週末都會帶小孩去去腳踏車 如果那個路上有那個空氣 等一下之後 我就馬上就要停下來 就完全不能痛 然後結果醫生照的時候 就說你這個只是 可能有完一點點而已 然後也沒有骨折 應該你就回去多休息一點 就好了 他就把我感受了 他說也沒有 連藥都沒有給我吃 他也沒有給我吃 我想說要復健什麼 他就說就 沒什麼大問題 對 他就說那你就是回去 就盡量不要久坐 或者是就是看到 哭辣不要被蹬到 這樣子就好 然後我就想要問醫生 真的嗎 上個月也是搬我女兒的床 我一搬上去 我就感覺到我這邊 一個骨頭往下卡 真的還假的 然後我就開始臉發白 我就坐在地上 我大概就想說 慘了 我為什麼要這麼愛動 然後後來就是痛到現在 然後我痛到兩個禮拜後 痛得受不了才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怎麼說 醫生就說好像是那個 他有造影史觀 好像是說腰拉到還怎麼樣 可是他都會開藥 什麼肌肉鬆弛劑 止痛藥 你怎麼會沒開 因為妳那個地方是有肌肉 我可能是肌肉 他只是骨頭傷的 他就對啊 那個地方也沒關係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繼續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ah